郭文貴議員 建議東協國家新興市場逢勃發展 立場認為深化台灣與東協經貿文化交流 比起从眼前做起 从培育新住民新二代做起 政府应该持续亲近新住民陪力辅导工作 让新住民成为台湾与东南亚民间交流的外交兼兵 也让新住民二代成为台湾精进东南亚市场的优秀人才来源 期盼相关单位更多的重视 可以更多的重视 在1994年经济部提出加强对东南亚地区经贸工作广令 鼓励台商到东南亚投资设厂 引令国内劳动密集产业移向东协国家 成为台湾推动南向争斥施开端 始至今日 中国大陆与东南亚已成为全球经贸及社会发展最迅速的地区 东协国家的GDP成长力平均保持5以上 加上天然资源丰富 劳动人力众多已成为全球企业投资的首令 其实国内企业前进东南亚最迫切需要的是熟悉当地的语言社会脉络 拥有当地人脉及经营人才 帮助台湾企业适应当地的环境 掌握最新市场的脉动 令人高兴的是 目前台湾社会 台湾社会拥有众多的新住民及二代 只你 因为文化亲近 语言沟通能力 非常愿意前往东协国家发展 他们是我们台湾部级东协重要的人力之本 在台湾不是东协的会员国的现实条件下 立场努力推短多年的新住民二代赔利 将可具体的协助台商获得南向人才 去年 蔡英文主席在竞选提前提出新南向政策 希望蔡主席在就职典礼后 就必须负责任的提出政策的细节 二十多年来 台商长期对东南亚投资 早已成为我国的 我国深耕东协各国先锋部队 政府应该为在外冲锋宪政的本国企业 提出实质的后援支持 不能只是勾勒理想与厌警 却让台商在外孤精奋斗 谢谢大家 好 谢谢林委员的花园 现在登记国事论坛的花园的委员 均已花园完毕 现在休息 这期 ling众来是不知不知不知的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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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